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还是那个年纪不老 却自称老杜的小舵 其实我是个80后 上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加入咱们车友会 如果说您还没有加入的话 第一步先关注老杜的自媒体账号 第二步点击私信 私信留言三个字车友会 老杜在这 当着大家 前几期视频还给大家去分享了 一条关于新规C6 这个即将要出台的一个解读 包括最近有很多车友 加入咱们车友会 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60后的 一个拖挂车友群 这几天群里讨论的是热火朝天 这期视频重点聊一聊 新规出台之后 对喜欢和想要购买 拖挂房车的车友们 到底有什么影响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 这个C6规定到底 是一个什么样的细节 也就是说 在2020年4月1号之后 如果说您想要去 拽着拖挂自驾去旅行 那么对驾照就有要求了 这个具体要求是什么 如果说您的前车 驾驶拖挂房车 总重量不超过4.5吨 那么您就要去 在C本的基础上 去增加一个C6的驾照 但是如果说 您的前车驾驶后车 已经等于或者是超过4.5吨 那么就要要求A2的驾照 那么其实这个A2的驾照 是不能直接考取的 需要你去增加 首先你要从C本增加到B本 从B本再去增加到A2的驾照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果说您的年龄 已经超过60岁以上 那么在这个规定的基础上 就不允许您再去增加C6或者是A2了 这个规定将会影响很大一部分 60岁以上的想要购买 或者现在已经拥有脱挂的车主 到那个时候 如果说您还要再拖着脱挂 上路自驾行驶的话 那么您就涉嫌违规了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就是 像老陆现在不超过60岁 那么明天如果说我想用我的SUV 拽这辆拖挂房车自驾去旅行的话 那么我就要增考一个C6的驾照 包括我之前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买一辆轻卡房车来拽这个拖挂房车 那么轻卡房车架这辆拖挂房车 中央肯定是超过4.5吨了 那么我只能是从C本增加到B本 然后再增加到A2 我才能用轻卡房车拽拖挂自驾去旅行 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年龄 超过60岁以上的车友 他们目前已经在使用拖挂 包括马上已经接近60 或者说已经60多岁的行 然后去购买拖挂房车自驾去旅行 那么这部分车友就已经没有机会去增加 增考这个C6的驾照了 包括还有一部分车友 因为之前年龄的原因 从A本降低到了C本 那么这部分车友也失去了 去增加这个C6驾照的机会 那么这部分车友怎么办 最近我们也是成立了一个60后的 拖挂房车车友群 这其中有很多车友对拖挂房车还是特别感兴趣的 看了大家讨论的话题之后 我觉得老朵也是想尽自己的一点微博之力 然后替中老年车友表达一下心声 中老年车友很大一部分对拖挂房车比较感兴趣 因为拖挂房车相比较自行式房车来说 有它的优势 拖挂房车相对来说经济实惠 驻车之后可以开着前车到处走 那么明年4月1号之后一旦新规实施 那么对于60岁以上已经购买和使用拖挂房车的车 那么他们的房车只能是转让 或者转让之后然后再去购买一辆自行式房车 拖挂房车一旦转让车价率还是比较高的 转让之后再去购买自行式房车 那么对这部分车友就会造成比较大的经济损失 还有一部分60岁以上或者是经济60岁的车友 那么他们想要去购买和使用拖挂房车的时候 那么他们只能打消这种想法去购买自行式房车 看到大家的讨论之后 我觉得如果说有两个解决方案 这两个解决方案如果说能实施的话 对这部分车友来说我觉得还是特别幸运 特别幸运的 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能不能把增加C6驾照的机会 从60岁延长到70岁 这是一点 我相信这点大家也都可以去接受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之前因为年龄的关系的车友 从A2降级到Cyber的车友 这部分车友能不能考虑给他们去增加这个C6驾照的机会 我觉得如果说这两个条件 如果说能得到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话 并且实施的话 我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